這單元來講端面凹槽 首先我們來畫圖 比如說我們畫一個20,20 按tap 鍵就可以跳這個 這個指徑 接下來我們畫一個50,50 這裡給它-20 就可以造成這個端面凹槽 接著呢,比如說這個80 這個40,Enter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它的立體圖 就有一個端面凹槽 Fgcon要改尺寸很簡單 比如說我們這裡 2,Enter 取出來 我們這裡從50到60的地方 我們加入一個階級 加入在第三環裡面 新增 這裡馬上就有一個 那因為第一環太短了 第一環太短,它比這個端面還短 所以它這裡第一環有一個零值進的這個 我們把1取出來 有一個零值進的 我們把第二環 2,Enter 這個地方把它改成30 第一環就會自動消失 第一環就會自動消失 那我們把它變更 OK 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 這個 這裡有一個追度 好,假設我們要加工這樣子 那如果要變更這個 直線也是可以的 我們把這個 第三環 取出來 我們這裡比如說我們 10 那比如說我們這裡 線性把它改成2 OK OK 好,我們改成這樣子 也是可以 好 那我們一樣的按Alt M Alt M 我們這裡呢 端面凹槽呢 可以選這個方頭的 那一般來講 我們通常會做這個指定的動作 那下刀點的指釘在開挖的地方 就下刀點了 在30 而且通常要做一個編輯的動作 編輯的動作 OK 比如說我們的刀寬呢 是5mm 那這個貼身 比如說給它到30mm 把它存入 然後就變寬了 OK 我們現在輸入切削法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FG件怎麼切削 好 OK 我們進入蛋解模擬 那開槽的時候呢 它是用0.8的速率 斷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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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推刀 開完第一個槽之後 很像移動 好 那這裡呢 它用1.3的倍率 也就是說你的效率馬上提升38 好 OK 那這也是1.3的倍率 好 接著開挖第二個 好 開挖第三個 開挖第四個 好 這些初切完畢之後呢 我們要精切 精切 那在這裡呢 它會把這個 凹槽切出來 那這裡會做一個去毛邊的動作 OK 好 那這裡也會一個去毛邊的動作 那這裡是一個直槽 直幣 它的速度用1.4 可以增加這個效率到48 OK 好 那就是金車 那FGCAN對於這個 斷面的凹槽呢 它彈性很大 它效率 又可以增加到38左右 比一邊 法拉谷用的G7-4 好用的很多